五公里行軍 史上最硬叫招 上路一個多月碰到疫情大爆發 國軍防疫SOP被打上大問號 嚴先生進營區才確診 國軍火速解招 送往醫院裁檢 似乎已經算幸運 有網友爆料 朋友到新竹叫招後 發現確診 馬上被趕了出來 要他自己打一九二二 搭防疫計程車回臺北 宛如遭國軍丟包 國防部長邱國正喊話 叫招員有意見 國軍要接納 但部隊疫情燜燒 截至五月四號 約一千名官兵染疫 不少民眾呼籲 暫停叫招 接招後 變成陽性 病毒都帶回家了 怎麼樣去釐清說 我們是在軍中確診 還是在外面確診 我們有人確診 那到底誰要負責 然後一九八我就說 沒有人要負責 國軍疫情燒 北側戰成一招員 陸軍通校軍事訓練役 都爆出確診 甚至質疑國防部有疫情黑數 防疫是從作戰 作戰會有傷損 我們人員就算受到 這個染疫啊等等 我們有其他方法來彌補 染疫幾個叫如何如何 我到並不贊成這樣子 強調趙招不會停 國軍保家衛國 如何同時兼顧防疫 國防部看來先選擇 才死底線 謝謝文藝博 郭彥廷 參謀道